这个男人可不一般呢 在丛林中律师小剂 接着抬手一枪 就轻松获得了几十斤中的野火鸡 接下来的战绩更是让我大惊失色了 但最让我喜欢的还是接下来这一幕 小伙伴们 这一块火鸡肉够你们吃饱饭了没 哈喽大家好 我是直瓜姐 喜欢瓜姐的朋友 这次视频别忘了点个赞咯 这次视迪文跟大哥马特来到了蒙大拿州森林公园 他们打算搞几只野生火鸡来填满家中的空冰箱 现在正值春冬时间 这个季节想要烈到火鸡并不容易 冷冷的天空飘着小雪 这会让野火鸡窝在巢里不肯出来 再加上近几年来火山频繁 林子里的野鸡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徙 为此视迪文计划有四天的时间进行狩猎 来到平坦的地带 两兄弟立刻拿起帐篷搭建营地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两人决定到四周查看一下地形 为了提升效率 两人开始了分头行动 顺便到附近碰碰运气 没一会儿 视迪文来到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地带 他拿出望远镜观察 果然不远处有几只正在觅食的白尾鹿 可惜现在不是白尾鹿的狩猎器 转站继续寻找 接着又在泥泥的土地上发现了火鸡的足迹 这说明这里确实有火鸡活动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附近 史迪文放放脚步继续前行 他很确定有一只火鸡就在附近 接着拿出望远镜观察 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他打算把野火鸡引用出来 但此处地是平坦 所以非常容易被野火鸡发现 于是他来到附近的大树下 这里有些树枝可以当做天然的掩体 接着 史迪文拿出了一个神秘道具 他可以发射猛火鸡的救手 以此来吸引供火鸡靠近 很快 史迪文就得到了供火鸡的回应 这只火鸡伸出鬼没的 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茂密的草丛里 他伸出一个脑袋 似乎正在寻找他的女朋友 这时史迪文举起喷子 野火鸡当场倒地不起 就这样轻松地收获了第一只野火鸡 这让史迪文非常的开心 本想着继续受猎来着 但刚才的香烧 吓跑了附近所有的火鸡 史迪文只好带着猎物 先返回营地了 回到营地之后 马特早就已经赶了回来 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的收获 原来马特刚才在林子里 勾引野火鸡的时候 没想到去勾引了一只土狼过来 马特野火鸡没有搞到不说 还差点成了土狼口中的猎物 土狼的出现 肯定把周围的火鸡都给吓跑了 所以两人第一天的狩猎 就已收获一只野火鸡告终 到了干饭时间 史迪文把鸡肾搞出来 接着用小刀切成小块 最后两人就吃起了鸡杂火锅 看到这美食环节 我差点就流出口水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 两人再次出发 今天他们还是奋斗行动 马特刚来到丛林 就掏出了幼鸡秘密武器 这是一个雌雄火鸡模型 他把模型插在最显眼的地方 然后躲在草虫之后 接着用幼鸡武器模仿火鸡的叫声 很快一只弓火鸡就被引诱了过来 在此期间 火鸡还在不断地开平 展示了它雄性的风采 但是火鸡不知道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仙人跳啊 还是嘎咬子醋花生米的那种 这枪准确名状 野鸡扑腾了几下 就没了动静 马特成功地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只野火鸡 他将野鸡拔毛之后 贴上自己的狩猎标签 随后就把野火鸡藏在了丛林里 接着马特继续前行 寻找其他的野鸡 另一边 史迪文很快有了新发现 他掏出幼鸡道去 并且发出了母鸡的叫声 不一会儿 两只正在谈恋爱的野火鸡 就跑了出来 两只体型相差不大 但是为了明天还能吃到鸡肉 史迪文果断选择攻击 作为打击目标 哎 果然还是攻击 扛下了所有 攻击应声倒地 一旁的母鸡 看得也是一愣一愣的 当看到史迪文靠近时 猛火鸡 瞬间撒腿就跑 哈哈 看吧 这就是一文不值的爱情 史迪文 先将猎物绑上狩猎标签 接着将野鸡 开始拔毛 抛开腹部 掏出最容易变质的内脏 随后史迪文就返回了营地 后一会儿 马特也到达营地 史迪文很诧异 他竟然这么早就回来了 原来马特刚才正在走着 突然发现两只野鸡 在山下叽叽喳喳 但立刻靠近上前 直接手起枪落 于是轻轻松松地 收获了第二只野鸡 所以马特才提前地完成了任务 好了 两人的寿命标签都用完了 接下来就是美食环节 史迪文取了一块鸡胸肉 先用锡纸包裹着 然后砸成鸡肉薄饼 撒上调味料 再裹上一层面包屑 最后放在油锅里 直接开炸 10分钟以后 一道炸鸡排就做好了 几张柠檬汁 去除异味 增强提现 据说野鸡肉 又干又柴 但看史迪文两个人吃的 还挺香的 话说大家有没有吃过野鸡呢 味道到底怎么样 欢迎评论区里留言讨论哦 好了 伴随着详细 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哇哇哇 史迪文这一次 也太有口福了吧 北美炭烤牛肝 当做晚餐 麻辣风干牛肉 当做零食 贴拌牛肉 做成面团肉夹馍 还有什么牛蛋刺身 爆炒牛舌 那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瓜姐 喜欢我的视频的 别忘了点个赞咯 在墨西哥北部山区里 这里的野牛 多到简直没有人要是的 当地政府 恨不得将它们给团灭了 因此 慢慢就开放了猎人 对其进行猎杀 这一次史迪文 来到了朋友的私人猎场 目标很简单 他要搞一头上千斤的野牛 回去换换口味 一头墨西哥成年野牛 至少要两千斤以上 要是让他搞上一头 起码煎牛排 都能煎上半年了 史迪文背着把狙击枪 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处开阔的山谷 地势平坦 一望无尽 他透出望眼镜 边走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可惜呀 这会除了碎石和枯燥以外 什么鬼墨西哥野牛 愣是毛都没有发心一根 但是如果了解野牛习性的话 你就会知道野牛居无定所 想要在如此宽阔的草原 找到它们 那简直就跟大海捞针似的 来是朋友告诉他 想要找到野牛 必须要找到既有牧草 又有遮挡物的地方 如此炎炎夏日之下 野牛们通常会躺在阴凉处 逼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转眼 史迪文就在树林下 发现了野牛的踪迹 有了线索 他继续在附近进行搜索 在火烙的太阳之下 他就这样寻找了两个小时 终于在一处山坡之下 发现了久违的野牛群 夜群黑不溜秋的野牛 正在树林下休息 史迪文正属于野牛的逆风处 野牛根本就闻不到死亡的气息 可是史迪文 这时并不打算靠近对其射击 因为天气炎热 若此时击倒野牛 在高温之下 短时间内 牛肉就会腐烂变质 野牛的体型较大 脑子也不太聪明 因此锁定目标之后 要追踪起来 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史迪文根本就不担心 他们顺点跑掉 就这样 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 太阳快要下山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5点 周围开始阴凉了下来 史迪文知道 击杀的时间到了 他漫不经心的 给枪械装上了花生米 接着冰冷的枪口 就对准了牛群 一张枪响 目标野牛硬生倒地 整个牛群突然受惊起来 但是这些不再聪明的野牛 跑了几步 又停下来继续吃草了 换作当地的牛仔猎人 估计整个牛群 都要被一锅端了 野牛皮和牛肉 浑身上下都是麻烈呀 据说这样一头野牛 至少能够卖到 六千多大刀呢 幸好史迪文 并不是一个贪心的猎人 他只需要搞上一头野牛 填饱肚子修行 这是一头成年的公野牛 但是这牛肉 足以填满史迪文的冰箱 他马上开始对野牛进行处理 首先先是割断野牛的喉咙 进行缝隙 接下来就是扒皮割肉 再将牛腿挂在树上缝干 这是进行简单的排酸处理 这样能够有效地 保证肉质的新鲜口感 处理完野牛之后 时间来到了深夜 忙活了一天的猎人 早已鸡肠碌碌 这次史迪文准备吃一个牛蛋刺身 他用小刀切下牛蛋 再把胆汁撒到牛蛋蛋上 这样一道美食 牛蛋的刺身就做好了 至于味道如何嘛 这味道上头了 史迪文根本无福消瘦啊 贝宾无奈 他只好生气火 最后就烤起了牛肝 这才让他保持了一顿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搬运牛肉 这一次他叫来了当地的牛仔 帮忙分解牛肉 有了帮忙 很快整头牛就被带出了荒野 回到了营地 史迪文把牛肉切成片片 再撒入各种调味料 腌制入味 最后就是太阳下凉摔起来 几天以后 正宗的麻辣牛肉干就做好了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那你就大意了 接下来还有炭口牛肉片 牛肉大饼 大酱卤牛肉 大锅炖牛心 还有爆炒牛肉丝 哈哈 看完这视频 你饿了吗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秘军引山羊 在山上悠闲地玩耍着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不远只有两位猎人 这不准备把他们当作晚餐呢 猎人拿出猎枪 逆着风向 悄悄地向他们靠近 很快就来到了绵羊上方 一百米的位置 羊群还在觅食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使地人举起枪 试图瞄准射击 他想射击猎物的头部 这样可以避免子弹损伤羊肉 合适站立持枪 枪口浮动脚大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史迪文决定 借助沃伦的肩膀 这一枪 准全命中猎物的头部 没有当场倒地不起 两人立即前往猎物身边查看 这只羊不算大 在50斤左右 能产出30斤左右的羊肉 足够支撑 史迪文完成接下来的猎杀计划 史迪文将羊肉背在街上 回到汽车旁 接着把羊肉绑在钱包险杠上 有了这只野绵羊打头阵 两人信心满满地继续前行 这一次的目标是新西兰的马路 这种路子是体表体型第二大的路 因为新西兰没有大体型的肉食动物 所以这里 不论是马路还是绵羊 大山里都是随处可见 这也为当地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肉食 两人驾车 来到附近最高的山顶 这里的视野非常地开阔 猎物几乎是无所遁向 把史迪文安顿好一好 攻击人渥轮提前离去了 史迪文搭起帐篷 在原地修整了一晚之后 第二天一早 狩猎正式开始 这里路子的数量 远远超出了史迪文的预期 一路上他碰到很多的母鹿和小鹿 但是母鹿小鹿是被禁止猎杀的 直到临近中午十番 史迪文终于找到了一头成年的雄性马路 这头雄鹿和史迪文之间 相隔一座小山丘 目测并不在猎枪的射程范围内 史迪文背着装备开始朝路靠近 走了一半时 意外却发生了 一群母鹿在正前方山脊 挡住了史迪文的去路 他们明显已经发现了史迪文 这些鹿在这里没有天敌 所以变得非常的蠢忙 他们不但不会逃跑 居然还对史迪文大喊大叫起来 为了不惊动鹿群 猎人只好选择绕路前行 经过了一队翻山越岭一号 终于将熊鹿的距离缩短到射程范围之内 熊鹿还在原地埋头吃草 史迪文拿出望远镜 测出目标距离是425码 相当于386米 虽然仍然有些远 但是史迪文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他开始根据距离 设置瞄准镜 为接下来的设计做准备 这一枪精准命中 重弹后的马路并没有立刻倒下 史迪文在原地等待了一会儿 那头马路爬在冠虫中 渐渐的失去了动静 史迪文来到猎物身边进行查看 这头马路的重量大概500g左右 足够史迪文吃着好几个月了 看到这张漂亮的鹿皮 还有比史迪文半个身子高的鹿角 估计也是价值不菲了 对了 各位老北闭们 可不要跟着学呀 这玩意儿在我们这儿 叫做老底左川路 如果你不行 可千万不要去逞能 眼看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今天肯定是无法运回鹿肉了 他所幸先取下一小块鲤鸡肉 返回营地 煎好的鹿肉和南瓜一起下锅 往里面撒上胡椒粉 再倒入农夫山雀水 接着随手放进火里 盖上锅盖 经过七七四十九分钟的焖煮 一道南瓜炖鹿肉就做好了 这一口下去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临时两天的时间 史迪文不仅轻松地搞到了几个月的伙食 鹿皮 鹿小 还能换取些money 最后史迪文总结束 相比鹿肉 还是羊肉更好吃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隔壁老王家的梦台 为何情绪如此激动 大山里的野生配契 被和惨交连连 这一切的背后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瓜姐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个赞哦 今天史迪文来到新西兰 找了他的老大哥达伦 达伦是一个职业的猎猪人 一年365天 他有300天都在猎猪 剩下的65天 估计是被野猪捧伤了 在家养伤呢 因为这个胖子的猎猪方式 相当的独特 只要给他两条旺财 再加上一把水果刀 他就敢上山 跟野猪肉搏了 这么简单粗暴的行为 被爷看了都直呼内行啊 可史迪文 却对这种捕猎方式 非常的有兴趣 两人穿戴好装备以后 立刻驱车 往大山里赶去 来到目的地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把旺财放出来 放松一下听估 妙齐戴上高科技定位项链 对 你没听错 就是高科技 卫星定位项链 看不懂 你别问 问了就是周大夫隔壁买的 来到丛林里 一路都能看到周围 隐生佩吉的痕迹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只鹿子 但是现在不是野鹿的狩猎器 不然这只鹿子 今天恐怕是回不了家了 达伦掏出定位器 查看一下旺财们的位置 接着又跟旺财 留到了大半个小时 镇时的地上 又出现了一连串野猪的脚印 看痕迹 应该是刚经过不久留下的 达伦通过脚印的形状 大小判断 这头野猪少说也得有200多斤 这话把时间温下得一愣 确定好目标以后 达伦召回回他的两条旺财 旺财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很快就锁定了地上的气味 两条猎犬向着灌木丛 一头就砸了进去 灌木丛里 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两人决定 等待里面出动静以后 再进去增援 不到两分钟 丛林里就传来了 旺财马的大叫声 两人顺着声音的方向 迅速往里靠近 果然这两条旺财 没有令人失望 两条猎犬 成功地捕获到了一头野生佩奇 这会看起来 那是相当的凶猫 而且还在大叫着挣扎 达伦为了让史蒂文 亲身感受一次 徒手硬钢野猪佩奇 这一次手人野猪的任务 就交给了史蒂文 老baby们 这看起来是不是相当轻松啊 但是这话 在我国 叫做老底座穿住 如果你不行 可千万别乱来 一猪二虎三老虎 这话可不是白说的 达伦表示 他曾经因此损伤数条裂腔 甚至有一次 自己差一点 就被野猪为狗狗屁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史蒂文迅速对着野猪 进行清理 取出内脏 然后就像猪八戒 被媳妇那样 把野猪背了起来 两人刚买野猪 备出总理 达伦的GPS又传来了警报 没想到的是 旺财的信号突然间消失了 他们显然 只有找到了猎物 因此走出了追踪范围 如果旺财碰上了大型野猪 肯定是硬钢不过的 信号消失 差点把达伦的小心脏 提到嗓子眼了 两人不得不快速地 向最后显示的位置赶去 当两人和王财会合时 还好王财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只是身上沾满了泥巴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把一头野猪 赶进了山洞里 达伦掏出手电筒 观察了一番 猪洞口很小 里边还拐着弯 野猪在洞口内 可谓是一副难关 万副莫开呀 而且 他没有封裂的獠牙 这可不是直接身手套的 史蒂文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徒手将洞挖开 经过了一番折腾之后 史蒂文的双手都挖流血了 达伦在一旁看的 差点没笑出声来 但也算是有点成果 洞内已经能够看到 引住的身影了 眼看洞口还是有些窄 但是两人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继续开挖 不过两人也学松明了一些 他们就地取材 木头可比手指都好用多了 半个小时以后 洞口终于被挖开 野猪也算是完全的暴露在外 史蒂文又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套在了野猪脖子上 这头野猪似乎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在洞口不停的疯狂挣扎 最后两人合力将这头野猪拽了上来 今天的SoliMVP肯定是忘财了 两人就地开始处理野猪 随手举出猪蝎 犒劳一下旁边累坏的旺财 这些小狗狗真的是忠诚凶们啊 而且从来不让人失望 话说大家知道 它们是什么品种吗 知道的在评论区点给我留个言 本官想去靠这头野猪回来 两人在河边 首先把野猪扔在河里清洗一下 达伦子在旁边生了一个大火堆 然后直接把一头野猪扔进火堆里烤 还以为这是他们的独门吃法 没想到人家只是用火刮个猪毛而已 看来是我头脑简单了 随后两人再把猪肉分割出来 打包拉回家了 面场完整的独猎 当然少不了一顿美味的大餐了 回到家以后 达伦表示有露两手 他用一道酥烂软嫩的烤猪肘 来招待史丽文 随着夜晚的降临 终于来到了他们的干饭时间 看着一道不花钱的烤猪肘 刮紧我的嘴角 不禁流出了羡慕的口水 这两个人的生活 简直是不要太爽了 只在山上溜溜狗 就能搞到两头野猪 忙活了两个小时 轻松的干饭两个月 这样的生活 你想要吗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哼哼 家伙 这一枪打下去 那只十几斤的新西兰大鹅 就斗手了 晚餐他们搞了一顿 铁锅油焖鹅 你以为这就是他们的 中心大餐了吗 然而这俩货 后边又搞了一只雪地羚羊 吃上羊排石板烧 雪地羊肉刺身 还有咖喱炖羊肉 瓜粉们 走 咱们也去大山里 溜一圈看 还是那个猎人 还是那个史丽文 他带上装备 这一次来到 新西兰的阿尔卫斯山 打算搞几头雪山 黑山羊回家尝尝 就这样 史丽文坐着老友的车 向目的地出发 可就在路途中 他却开上了 远处的新西兰大鹅 送上门的肉 哪有不要的道理 再说了 接下来打猎吃鹅肉 是爱想啃干粮呢 史丽文也毫不客气的 就把猎猎给上了糖 哦 家话 一只白给的大鹅 就这样到手了 看到如此光亮的大山 有了大鹅坐不进 史丽文这才看松了口气 下车以后 二话不说的两人 穿好装备 背上行李 就往大山里徒步前行 这雪山看起来 有点吓人 90度的山体 血消灰上 山体布满了碎石 动不动就会往山下 砸上几块 但不得不说的是 山上的羚羊 大事真的多 望眼镜一眼扫去 就发现好几只黑脸羊 可两人距离目标 足足有十几公里远 为了减轻负担 他们必须得先到达营地 但是继续向前赶路 很快他们就看到一处小木屋 这可不是什么节目道具 新西兰政府 为了猎户的安全 专门为当地的猎人建造的 来到病户所处 里边只有简单的床垫和日用品 简单整理以后 夜色随之降临 两人的干饭时间终于到了 美美的新西兰鹅肉 切块备用 小型火炉 热锅烧油 再放入鹅肉 炸至两面金黄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流口水了 看看这鹅肉 再撒上自然辣椒粉 两个大老爷们 吃着烛光晚餐 在气氛瞬间就上来了 看着都鸡成万丈了 小欧抖了一晚 第二天很快就到了 小欧靠近雪山林阳 他们必须得穿过眼前这条冰河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摸着石头霍盒了 史蒂文 帮好安全绳 就钻了出去 不得不说 这河水是真的凉 加上湍急的河水 时不时还伴有大冰块流下来 幸运的是 史蒂文还是安全的到达了对岸 固定绳子以后 队友很快也来到了对岸 就在他们整理装备时 远处一只黑凉就出现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名一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史蒂文赶紧扛上枪 躲到一处石头后 就这种距离 史蒂文都懒得心描了 随手就是架起枪 猎枪过去 羚羊喘气都没来得及 就倒下了 史蒂文赶紧过去榨干猎物 猎枪只好击中羚羊的心脏部位 按照这个体型 百十来斤是跑不掉了 两人马上对羚羊进行了清理 手机把羊皮给拔下来 接着再把羊肉缝割出来 方便携带 就在他们处理羊肉的时候 史蒂文又发现了山上的另一头猎物 可是天色尖暗 继续上山那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他们把羊肉带回营地 点成小火炉 这一次他们要做一道岩石烤肉 直接把石头放在火上烤热 再把一块羊里脊切成小块 最后把肉放在石头鬼烫的一面上 紧凝石头的余温就能把羊肉烤熟 你不可能会错过鸡肉 挺酸的 这很棒哦 照演第三天到了 一只羊都不过两次还疯了呢 所以今天继续上山抓羊去 透过外眼镜看到 山头上就有一只黑不溜秋的羊羊 可这个距离差太远了 两人不得不上山寻找新的猎物 他们从满地野草的地方 一直走到了冰天雪地的山上 来到了雪山上 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了发现 史蒂文赶紧瞧瞧瞧地向前靠近 生怕地面上的羊羊吓得掉下血牙去 史蒂文马上架起电枪 准备好水击 一转枪响 羊羊中弹 却扭头跑掉了 这要史蒂文有点懵逼 难不成真的掉下血牙了吗 两人马上过去查看情况 果然羊羊还真的滚到了斜坡下 两人很快到达猎物旁边 看样子这羊是自己摔死的 史蒂文的负罪感瞬间消失了一大半 两人把羊羊拖到安全处进行开堂处理 中午饭还没吃的两人 就地开始了干饭之旅 一个小火炉加上几滴油 断开羊羊火锅 再把羊肉切片 然后整齐地板在地上 接着放上一片大蒜 这就是雪地羊肉此生了 哈哈 这也许就是猎人最享受的时刻了吧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直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个是我的最喜欢的方法 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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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